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说它有不足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申请国赔 所以请市长去中央交通部公路总局去了解 该国赔的还是要给赔偿 给这些车辆损失损坏的部分的这些驾驶人 包括商者都一定要做好这些 我们该负责到底的问题 我想请市长简单个要的讲一下 市长谢国良表示 主管机关交通部公路总局指出 应该会替受伤的民众 以及车辆损坏的车主申请国赔 的确我们昨天我也有跟公务总局提到 他们是不是有保险可以去理赔 他说没有 不过他们应该会来替这些车辆的损害者 跟受伤者来做一个国赔的申请的动作 不过国赔的要件之一是在政府是有疏失的 那这个东西我们如何来界定等等 那就这个部分假如是我们的市民的部分 或者是如果我们能力所及 我们当然也是针对这几位当事人 给予一些必要的协助 先做以上的报告 另外杨秀玉也提醒市政府 要了解交通部公路总局 是否有针对机动市下区内容易崩塌的地区 做好监测的工作 针对这次的这个整个大规模的这个三崩 我们该有的这个工程政府要加强 不足的地方也要增加这个所谓的安全工程 那本行在这边要请市长去了解一下 就是有关于这个交通部公路总局 他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监控设备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发挥效果出来 你要去了解一下 那还是说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监测的这个设备 那也很感谢市长 昨天也到这个就是针对这个伤患 有到现场去关心 市长谢国梁指出 市政府自己也会赶快针对全市敏感地质区 做好监测了解状况 谢谢您对他们的关心 那有关于这个公路总局 我今天也跟陈文睿局长亲自通上电话 那我也希望他能够尽快地 针对基隆市各个路段 尤其台二线沿线 对这个各个路段 有关于这个基隆的边坡的防护监测等等 希望他能够更积极地来关心 不要等到出事了以后 才来做后续的组织 那如同你讲的很巧的 我们的市议员张浩瀚议员 他去年就有关心过这个议题 那这个 所以然后又发生了这样子的 一个这样的情况 让大家这个觉得非常的惋惜 那不过就是说 我们自己也有几样作为 第一个我们要监测 我们自己市政府所管所属的 相关的这些敏感地质地区的一个状况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第九届世界城市高峰会在新加坡举行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率队前往新加坡出席高峰会 并对今年的主题 移居和永续城市复兴重塑 重新想象议题 与各国的代表进行交流 第九届世界城市高峰会 二号在新加坡举行 一百多国代表齐聚 针对今年主题 移居和永续城市的议题 进行交流 丘佩玲 从七楼 级统长 金融市副市长丘佩玲 新日率领 谈判处长林顶超 科长蔡富宁 出席高峰会 会中和各国代表加强交流 还亲自邀请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 李志生参加金融中元祭庆典 这场世界高峰会 总之有来自 全球一百多个国家 派出代表出席 包括台北市 新北市 等六都都派员出席 而金融市 也是今年 唯一非直辖市 受邀了城市 副市长邱佩玲 在会场中 以金融城市为例 大力分享城市发展 和海洋之间 和海洋之间共生的关系 与各国代表加强交流 的确是第一次在六都之外 我们是唯一的一个 那当然跟六都有交流 也听了很多城市的想法 今天我们最主要的事是 来不及发言 不过我们带了我们的 产发处做的跟官销处做的小册子 包括很多宣传 文化跟我们所有海域的活动 希望很多人了解我们可以来金融一起玩 基隆在市长谢国良 推动城市美学的政策下 透过副市长邱佩玲 与国内大型企业商谈合作 市政一年半期间 已经有四座美化的公司协力 公车后车亭 第四座企业任养的公车亭 在海大启用 学生纷纷按赞 金融市副市长邱佩玲 来到海洋大学滨海校门 对面的新公车后车亭 马上跟学生互动 了解大家对于市府推动的 美化后车亭政策感觉如何 以前就是一个公车站 然后没有任何特色 现在就是会让人 有一个科技的感觉 科技还有家的感觉 有 有 谢谢市府的温暖给你们 谢谢 听说晚上还有灯你知道吗 晚上灯非常漂亮 和平岛那个也是 和平岛那个很亮 这个晚上也很亮 对好 就还不错啊 而且结合到海洋的部分 海洋 你也发现了喔 就那个灯亮起来 就是感觉波刀汹涌 你会很重吗 后车亭重 德政 德政 为什么 呃 原本的 干净很多漂亮很多 很正洁 原本的比较老旧 原本还有一些生锈 既然有一些生锈的地方 那现在就 都没有 然后 同学你呢 你们看完怎么样 现在还有椅子可以坐 对以前的脏脏的就不太敢坐 现在的就是 很漂亮 对 你们有海盗的感觉 有 那怎么说 就蓝色的 就很有海洋的味道 波车亭从开始 设计规划的时候 海大就有参与 我们特别跟副市长有报告 然后我就从一开始 然后在群组里面 沉入刚才 李玉做报告的 最认真的就是我们 前副市长 我真的很佩服 对 我们就很感动 我觉得真的 拉到tension 在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身为海大的一份子 我真的觉得 非常高兴 也非常感谢 我们金融市 有这么好一位副市长 在我们这边 来支持跟加持 三二一之后 我们就要进行 今天公司协力后车亭 启用接牌仪式 来准备倒数 三二一 凯阳大学智慧型后车亭 这次参加公司协力 任养后车亭典礼的 包括议长童子伟秘书 江志强 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吕美玲 交通处长王俊宏 公车处长杨华中 中正区区长傅俊生 当地的里长 以及张浩瀚议员 跟陈明健议员的秘书 都到场祝福 希望让民众跟学生 有更好的后车环境 副市长邱佩玲也特别提到 这个公司协力 推动后车亭美化的 一系列计划 真的很不容易 要感谢所有参与的企业 跟幕后人员 无数次的来回沟通协调 真的很感谢 海大这个地方 其实人流量并不是很高的 那要一个企业来协助 它是要有很大的使命感 跟ESG的概念的 最后选定这个地方 那包括我们的构图 光图我们就改了四次 更好玩的是 因为我们在前一座是台序 所以对于中华电信的压力很大 他们在我们台序记者会的时候 亲自来看了 所以最后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这一块 就是在记者会之后 他们就加上了 希望像金鱼的尾巴的感觉 那我觉得每一个企业 用他们做企业的精神 来让基隆变得更好 是我们的骄傲 跟我们的荣幸 除了希望有这个海洋 永续ESG的精神以外 我们更希望有提供智慧的服务 里面包含了像物联网的防灾服务 智慧空车 那另外呢 我们也有进行了相关的WiFi服务 让学生不管民众在这边 都可以又安全 那又可以进行便利的联网 也可以随时欢迎大家打卡上传 这一座是第四座 那马上就会有新一个航空 跟这个七堵的中华邮政的 这个科技是中华邮政刚刚讲得很清楚 用AI结合互联网 有防灾的设备 也是全台湾第一个 这样的智慧型的后车亭 更重要的是 金融市政府希望带给每一个 等车的人有家的感觉 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结合一些科技化 我觉得未来的整个城市 是必须要科技 还有整个美学的一个角度 那当然首先在这边 还要谢谢我们谢市长 谢市府团队 还有我们邱副市长 邱大美女 真的我们都满满的感动 我们今天在金融市市民 真的很感谢他 而且这样的科技的结合 应该是全台湾第一座的 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企业来认养 然后让金融的每一座 那个公车后车亭 都成为科技的后车亭 市长谢果良带领市政团队 这一年半内 已经跟企业合作认养 四座公车后车亭 其中位在振兵渝港附近的后车亭 还被游客封为最美后车亭的打卡热点 不仅为民众带来舒适便利的后车空间 也进而提升了基隆城市的知名度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端午节前夕 城用影艺科技大学旁的基隆 基隆寄安宫举办包粽子 关怀弱势民众 并制作传统香包的活动 副市长邱佩玲 和市议员何淑平 吕美玲 共相盛举 感谢庙方行善送暖 也推广传统的端午节民俗 把多种中药材晒干磨成粉 制作传统香包 您看过吗 基隆寄安宫这场端午节民俗活动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跟市议员何淑平 吕美玲 民政处长张元祥 和新一区长吴晓慧等贵宾 都共同来体验推广 有人就研究就把仓谱 跟艾草把它研成磨成粉 把它放在用布把它包起来 那后来慢慢去改善 变成有香包的存在 那目前以前 我看到市面上再办香包 其实它只是一个吊饰品 它根本就没有什么 对 什么就是在海绵 绝对第一次看到用 把药材放在里面 真正的香包 那香包很特别 因为放了很多中药 那我觉得像传统这样做法的 已经没有了 能够用一个趋吉避凶的方式 让每个民众得到安心 我觉得是基安宫做了一个很大的功德 基安宫既有市政府 除了推广传统香包 除了推广传统香包 等现场包了以后 看到大姐姐们包的才觉得自己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 在端午节前夕来制作香包 还有包粽子 还有家里挂的植物是什么呢 是仓谱 艾草跟龙树 这样子挂在门口可以趋吉避凶 然后它包的那个粽子 我们这志工妈妈包的粽子里面料多实在 里面的卤猪肉很Q 还有栗子香菇 还有虾米 还有那个糯米 真的是很Q 让我过了一个非常充实的一个端午节 我们知道基安宫 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宫廟 那从东山过来 而且呢 基安宫本身有非常多的宝藏 包括它种了非常多的植物 它也利用这个植物做的非常多 自然的东西 待会呢 实际上我们的董事长可能会一一的跟我们大家介绍 副市长邱佩玲感谢庙方与地方民众的爱心送暖 基安宫董事长苏文祥也带领副市长参观基安宫的神像特色 与全台难得一见的瓷砖壁画群 透过这场端午节民俗活动的推广 祝福大家端午节平安快乐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另外六独礼特地举办包肉粽活动 更邀请当地的幼儿园小朋友一起向长辈们学习如何包粽子 同时了解端午节包粽子的意义和由来 而包好的粽子也将分送给里内长辈和弱势家户 传递满满的温情 下个礼拜一是什么节日啊 端午节 还要做什么啊 包肉粽子 端午节快到了七堵区六独礼特地举办包肉粽的活动 更特地邀请当地幼儿园小朋友一起向长辈们学习如何包粽子 一并了解端午节包粽子的意义和由来 带小朋友下来跟这些奶奶一起包粽子 然后也体会端午节节庆的由来跟她的一些语言 而包好的粽子也将分送给里内长辈和弱势家户 一起参加活动的市议员张耿辉和基隆市议会议长秘书杨文和等人 都觉得相当有意义 感恩我们理理长长期来跟设计饭协会带领的一些志工伙伴 为了这些低收入 每年都会先前的帮他们包一些很多的粽子来送他们家给快乐 那除了这个包粽子之外 也让我们民间让我们下一代的我们年轻的子弟 能够知道我们包粽子的意义 也包很多肉粽来分送给广市妇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过节的气氛 把所有的事工与你一起来参与 把爱心包进肉粽 让大家吃了对我感受满满的爱在里面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我感受到最后的事工与你一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达摩爱心会以及台亚国际慈善基金会等单位和个人的帮忙以及赞助 包括冷水壶内衣库等日常生活用品 以及应景的粽子和香包 总共有大约280位韩式获赠关怀贷 今年这个伴舞华州勇往直前的这个韩式清端舞的活动 非常感谢许多许多的善心团体及单位 包括协办单位达摩爱心会 台亚国际慈善基金会 以及许多的善事朋友赞助我们今天的这个 发放的这个端舞关怀的爱心包 里面有一些日用品啊 然后让这些韩式朋友可以在夏天的时候 可以让他们更换身上的衣物 然后让他们清洁身体 让他们可以免除一些 夏天所带来的病虫害所造成的一些疾病 赞助的善心团体代表 也帮忙发送装有日常生活用品 以及种子能关怀带给韩式们 预祝大家端舞佳节快乐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八斗高中圆明州活动画下完美的据点 师生齐聚一堂举行圆明祭仪 并亲自动手烹煮传统美食 飘香四溢 系列活动也向社会 展现原住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传统智慧 一大早学生们就分头展开采腾心 捕鱼等田野体验课程 有同学上山采腾心 也有同学去海边采之牛 今天有准备虾然后鱼 然后还有腾心关于原住民的汤品 感觉很累 可是也可以体验到以前老人家 这是我们的菜园 里面有种葱 地瓜叶 芋头 实践珍惜生命与感恩大赞的信念 圆明美食在学生们的巧手下意义呈现 这个是腾心 这个是阿美族非常贵重的一个食材 它是从山上取下来 对于贵宾的一个最高的一个 一个最棒的一个食材 还有这最新鲜的伴手礼正在火炉上烟熏着 从早上大概十点到下午三四点 大概也要至少要五六小时 再靠着烟熏让它慢慢的熟 这个肉质非常的好吃 因为它不会油腻 你只要撒一点点盐就非常的好吃 这也是我们原民的特有的美食 而这一锅是众人引颈期盼的汤 这些渣拿掉以后 接着最重头戏就是要把我们的猪血放下去 我们名副其实的血肉模糊汤要出现了 血肉模糊汤跟菜市场一般我们所吃的猪血汤 完全是不同的口味 血肉模糊汤一定要加酸菜 口感吗 就是比较油一点但是味道很好 虽然这看起来非常的血肉模糊 但滋味齐佳令人垂涎 这场原民饗宴款待传授巴斗学子 原民文化与工法的长者与老师们 同学们的老师指导他们在花莲的一些 山上的一些部落的一些课程 所以非常谢谢他利用机会来感谢他们 这也是一种感恩的活动 那也符合我们这一次原民州的主题就是爱 我们的长辈们对我们学生的爱 那我们的同学们也要回馈给我们的长辈 在长老的带领祷告下开启了这场盛宴 丰盛的美食下感受原民传统文化的智慧 对于即将要毕业的学生 长老们纷纷给予祝福 我知道他们很用心的去学 不过他们要毕业了 不要忘记 阿公在这边要向你们加油 感谢校长今天的邀请 我也没来参加过这种活动 但今天来真的感觉到原住民这些学生的热情 还有这些丰富的午餐真的占棒 师生齐聚亲自烹调传统美食 未来还有一系列的原民课程计划 将原住民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传统智慧传承下去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为了要进化治安 金融警方进行扫黑行动 查获民宅私设的天酒牌赌场 逮捕非法剧赌 更破获以黄姓主贤为首的暴力投赛集团 查获了好几把改造的枪支扫黑行动 侦破了167起不法的案件 227名嫌犯 还有38名痛弃犯 不要动不要动 大逼警方冲入民宅内 当场抓到一群人正在剧赌 上面还有人 金融警方接过报案 人海区抹处民宅 出入分子复杂 经过埋伏和监控 专案小组一举冲入民宅 当场查获职业赌场 查获赌客 核官负责人总计14人 警方进入现场后 发现现场有七男一女 以及赌场负责人两男 其中一人在外面顾风 经现场查获天酒牌赌具 以及监视器 以及现场现金10万余元 全案依赌标罪 以送金融地检署侦办 金融警方抓到赌场之外 同时也进行扫黑 或以黄姓男子为首的暴力讨债集团 涉嫌持棍棒殴打被害人 造成昏迷受伤 帮派成员分子 还会在网路上涉嫌贩售改造枪支 执行扫黑、束枪、弃赌等专案 共起货各类改造枪支5把 破获赌场6处 赌客45名 赌支60万 自评对象 盗案共22名 不乏所得计24余万元 令侦破各类刑案167件 227人 通气犯38名 同时对于 匠内帮派成员所经营 维士等依法处所 执行威力扫荡 金融警方扫黑 总计167案抓到265名嫌犯 38名通气犯 通通依法送办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菊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加 网络投资陷阱多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拨打1.5版诈骗专线查询 Ladies and gentlemen 名单载来给不到5秒钟 但是一出门 我就看到 阿嬷要去拜拜 阿伯要去买菜 超保油门 我也只能轻轻的踩 学校附近有阴啊人 医院周边有老大人 人车拥挤处有探夹人 五号这行啊靠有咱处来人 整条路都自己人 特定区域小心 减速随停 让爱随行 住在九公寓三楼的陈奶奶 每天都在阳台边 与邻居们打招呼 因为爬楼梯 已成为她出门的障碍 设斩包租贷款4.0 以屋换屋 可跨县市服务 让长者生活更便利 阿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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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租贷款333 方便行安心住 机房及非法机上 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 和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徒刑 给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市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纳口奖提醒您 屋外是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 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纳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